我一定要做某事 做了就心里舒服 有了这样的习气 永远不会快乐 执着心越强的人 性格越坏 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 一天到晚哭闹也没有用 跟着习气走 跟着烦恼走 这就是众生 轮回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让修行融入你的生活 所谓的佛法修行者 是指能处理 调适任何好坏状况或环境的人 他甚至可以将最悖逆的遭遇 变为修行上进步的秘籍 因此 我们事实上 可以利用所处的环境 来进化发展 我们的修行 政务与决观 不管顺境或逆境 我们都应了然分明 并视之为法道上之教士 我们不应让顺境或逆境 可能产生的障碍 来阻碍或支配我们 我们应像大地般包容万物森林 无所谓好坏 喜恶之分辨 大地就是如此宽容自在 遇到困难时 行者应利用他来增强修行 就像一阵强风 不是要他来扑灭火堆 而是要加强他 助火燃烧得更残药 假如遇到不如一事 例如恶徒 粗言 或批评指点 甚或入狱 我们不应这么想 我已向三宝祈求这么多 为何还碰到这种遭遇 我们应了解 此乃由于过去生 曾伤害他人所承受的因缘果报 欲尽点心 我们当忍受这些痛苦 折磨 并观想 祈求由于我所受的 愿普天下众生 在过去生 所造的恶业果报的痛苦 完全在我身上报受 虽然你正在经历这些困难 但你要从内心深处其愿 你所有过去的恶业 及其业果都被清净 没有留下未来投身恶鬼道 或地狱到业的种子 从这个角 来看 疾病和痛苦 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不悦 你也要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生病的人 并且祈愿你能够承担 他们所有的疾病 以及透过你目前经历的疾病和痛苦 他们所有的痛苦和疾病都被靠近 当你面临物质困窘时 即使你穷困要倒 一无所有 也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贫困地下 并祈愿他们的穷困能够 透过你自身的穷困被耗尽 时尽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最近成立了台湾燃灯功德会 顾名思义 燃灯就是点灯 点什么灯 菩提心灯 菩提心以大慈悲为由 以大愿为助 以大智慧为光 所以透过燃灯功德会 我们去护持全世界的出家人 我们帮助那些贫穷的 甚至每个月好几次做便当 素食的送到他们家 再给他们佛法 透过燃灯功德会 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 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 去护持三宝 去利益更多的友情 去广结善缘 愿大家多关心燃灯功德会 阿弥陀佛 点一盏新灯 照亮自己 也照亮世界 护持照号 50323858 50323858 护名台湾燃灯功德会 生命电视嘉义生命讲堂举办 般若心经厨藏法会 恭请佛学教授法师组法 日期1月17日星期五晚上7点 地点嘉义生命讲堂 嘉义市明全路422号 电话嘉义讲堂 05225-5888 05225-5888 嘉义中心 05216-6700 05216-6700 生命电视台要换频道咯 高清晰画质 听闻佛法更清楚 中华电信MOD703 选单回看及设定时间 听闻佛法 五六节 新年快乐 耶 建议 都布 室 室 一诶 depen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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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尊重万物为最高准则的不丹 深信 希望别人怎么对我们 就要怎么对他人 这样的传承 除了佛寺卖卖相乘的教导外 生活点滴 也耳濃墓染佛法的共生慈悲 自然而然地散发善业的鲜香 不丹寺庙的墙上 经常见到和穆斯瑞壁画 是一幅教导和谐合作的教材 大象 猴子 兔子 孔雀 以迪罗汉的方式 采到了树上的果实 这样的教材应用在生活上 便成了不丹人民 习以为常的互助合作 互相成就的生活品格 举目可见不丹人民别致的物色 一般都是整村人 同理合作的结果 我爱牛牛 不要吃牛肉 不要吃牛肉 不丹慈悲之旅 不丹慈悲之旅 从帕洛基场引路到不丹中部 历经约十天的行程 日日文法 上供下师 离二勤修修善 回向佛菩提 并在回到帕洛的途中 救护了五同盲牛 这五只盲牛本来今天就要被杀了 我们放生喇嘛慈悲 大家出钱抢救回来 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放生 希望大家多救不丹的盲牛 每只平均700块美金 他们就可以回到他很快乐的地方 也感谢所有护持者 阿弥陀佛 感谢喇嘛 他们放生 让他们自由 来 欧玛丽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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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